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太阳的热力下 巧克力逐渐融化 有了吗 有了吗 有点浓了 边等实验结果 边关心楼下女生组的进度 跟男生不同 他们多使用了一片锡波纸来加强热力 其实透过实验前的讲解以及相关影片的介绍 希望启通的学生也能一起关心环境以及能源的利用 透过我们一些科技创新呢 我们能够来启发一下我们的启通学校的同学们 其实用科技创新很简单的一些实验 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说是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实验不难 同学们轮流上台分享自己的过程 说的头头是道 看到女生已经融化了 我们是用木棒搅拌 成功了 有用 我感觉不出来他们是有所谓的什么听障 我没有感觉到自觉他们就是像高中生一样 很活泼 想要做事情尝试尝现这样子 平常很少有机会动手做实验的学生们 在志工的带领下体验科学的乐趣 记者欧佩军 郑凯文 台北报道 第二十一届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 将在九月五号到十五号在台北举办 主办单位特别在热闹的中校东路上 风接游行 非常有意思 七七六下午 热闹的台北市东区街头 突然有重机车队出现 一场华丽的游行 热闹登场 白云国小的节奏乐队很拉丁风味 原住民小朋友说我们也很厉害的啦 还有来自未来的机器人 以及漫画中的人物cosplay 就连泰企团也来助阵 到底大家在庆祝什么呢 平常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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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就是台北听号筹委会举办的采接游戏 大会吉祥物挖儿更是受到欢迎 许多路人把握机会拿起相机拍照 爸爸妈妈更是带着小孩一起来看 来自国外的朋友也看得很高兴 第21届厅上奥运 9月5号到15号在台北举行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游戏 来向国人宣传这项活动 很多人都说会聚会学校加油 这也是我国难得举办的重要国际体育赛事 主办单位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 来台北看 平常奥运 记者张继绍陈宝罗 林国皇台北报道 接下来是国际首语的时间 来看看五龙老师今天要教什么单字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2009听上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五龙 东东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首语 哎五龙 听说为了服务听奥 有需要一批为首语的学生志工啊 嗯 是一批为国际首语的学生志工 嗯 这些学生志工是怎么来的呢 大部分是同市立台北教育大学 和国际台北教育大学 征选来的哦 哦 我还以为现在大学生都只热衷打工 看忙着修恋爱学分耶 那你就错了 这次至少有1500位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工作 哇 太棒了 诶 那我们就一起来教教大家大学的手语怎么 嗯 好 台湾首语的笔法 大学 国际首语的笔法有两种 第一种大学 第二种大学 国际首语轻松笔 听上奥运就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剑 LSC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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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